男人爱上了自己的弟妹 为了能和对方长相厮守 他狠下心来将亲生弟弟杀害并埋尸荒野 直到六年后 这庄冤案才得以告破 时间回到2017年3月份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佐伊后期当地公安局 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报案人称自己村的小伙子已经失踪多年 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民警文迅立即派人前往调查此案 很快就证实了报案人的猜测 原来自2011年到2017年期间 失踪人摆晓明的身份证 银行卡 手机号码等个人证件 均没有使用记录 由此可以推断 要么白晓明已经离世 要么他就是在故意隐藏自己 人命关天 当地公安立马成立专案组 对失踪人所居住的白家村展开秘密走访 最后得到以下信息 白晓明自幼父母双亡 是哥哥姐姐一手将他拉扯大 从小缺爱也造就了他孤僻的性格 一直到30多岁才成家立业 他和妻子娜娜相识于电子场 后经自由恋爱步入婚姻殿堂 所以夫妻两人的感情一直都不错 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的同时 生活负担也越来越重 白晓明知道去电子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 他必须学一个手艺活 这样才能养活一家三口 于是后面白晓明就找隔壁村的师傅 学了这份木匠手艺 学成之后全省各地四处跑 哪里有活他就去哪里 因此在家的时间少之又少 哥自从2011年从外面回来后 白晓明就在吴音讯 失踪前他还给家里干了一个猪圈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 妻子一直对外声称丈夫出远门打工了 考虑到白晓明职业的特殊性 警方将调查重点放到利益纠纷上 为此专案组将那些与白晓明 有过战务关系的雇主进行逐一排查 但这些人均有不在场证明 一名老板还提供线索 说木匠这份工作很抢手 经常会出现同行竞争 白晓明就曾与两个木匠发生过争吵 专案组文言立马对着两名男子进行调查 最后发现他们在白晓明失踪前后 均有不在场证明 排除了这么多嫌疑人 警方开始怀疑他们一开始的猜测就不对 难道白晓明并没有被害 而是隐性埋名藏了起来 可他有老炮有孩子 为什么不肯见人呢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他犯法了 就在警方准备对白晓明的过去展开调查之时 村里的一条床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有村民说白晓明的老婆娜娜跟白晓明的哥哥有奸情 娜娜几乎每周都会去白晓家里 说是照顾对方 各村里人都知道白晓是有老婆的 要是照顾也轮不到他 而且娜娜每次都是深夜去 第二天天没亮就离开 生怕被人发现 这不得不让警方开始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朝夕相处的妻子 一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哥哥 警方怎么都想不明白 两人为什么要置白晓明于死地 据民警调查得知 百姓以前可是村里的首富 光一个牧场就养了三百多只羊和五十多头牛 更何况他名下还有上百亩的土地 但在实地走访中民警却发现 白晓的真实状况很糟糕 家里的院子破烂不堪 外面还有很多空酒瓶跟烟河 最后从村民口中得知 原来自从弟弟失踪后 白晓就堕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牧场不管了 得也不中了 还一直跟老婆闹离婚 女人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留下白晓一人独自生活 不久他便因为酬烟酗酒患上肺结合 急经周折后 专案组人员找到了白晓的老婆 据女人描述 即使很早之前 她就发现丈夫和弟妹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并且也曾多次劝说过两人 可深信爱河的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听到这番话后 警方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个设想 会不会是白晓想跟自己的弟妹长相死守 从而设计将弟弟白晓光杀害 紧接着女人又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 2011年3月3号 也就是白晓明失踪的前一天 因为想给家里盖个猪圈 于是他便请来村里人帮忙 丈夫白晓就在其中 不知道是干活干的太晚 还是几个人出去喝酒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 丈夫才从弟弟家里回来 细心的妻子发现 白晓脸上无缘无故多了一处伤痕 他关心的山前询问 却被丈夫一喝醉 唯有给搪塞过去了 之后警方又联想到奈奈的一场举动 丈夫离家多年咬无音讯 身为妻子的他不仅没有报警 反而私下里跟大哥白晓走这么近 这其中必有隐情 于是专案组决定 对二人进行突击审查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白晓坚决否认警方的说辞 倒是白晓明是自己的亲弟弟 他又怎么会痛下杀手呢 而娜娜更是冷静的一批 大方承认了自己跟白晓的关系 但对于丈夫的失踪 依然保持之前的态度 坚称对方出远门打工了 这打死不承认的态度 属实让警方反了难 于是他们决定避开这个话题 不再顾问白晓光的事情 而是询问白晓脸上 那道伤疤是怎么回事 娜娜听后解释不清楚 一会说不知道 一会说是她不小心刮到的 很快眼神就有些飘忽不定 现在就轮到我们的老侦察员登场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大记忆恢复数 侦察员终于打破了娜娜的心理防线 而女人也亲口承认了 自己和白晓一起杀害丈夫的事实 这是一场发生在 内蒙古自治区的伦理惨案 男人跟自己的地面暗地里私通 女人为了长相死守 联合肩负将丈夫残忍杀害 据娜娜交代 她和白晓明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感情基础一直很好 婚后没多久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为了养家糊口 白晓明长期在外打工不着家 因此娜娜不仅要照顾孩子 还要管理家中田地 但她一个弱女子拿理担得起这个负担 所以每次都会找哥哥白星帮忙 就这样一来二去地相处下 两人之间摩擦出爱情的火花 这段违背伦理道德的感情终究见不得光 他们只能人气吞声 隐隐苟苟 但只终究包不住火 两人的丑事还是被爆出来了 在百家村一传时时传百 很快就传到白晓光的耳朵里 可奇怪的是男人竟对此毫不在意 直到案发当天 本晓明宴请村里人帮忙盖住卷 忙活了一天的众人围坐在一起喝酒吃饭 过程中白晓光发现 妻子一直在饭桌上跟哥哥眉来眼去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眼光 这无疑是在让别人看自己笑话 所以散场之后白晓明大发雷霆 对着厨房里的妻子又打又骂 最后女人忍无可忍 给白晓打去电话 你赶紧过来 赶紧上网家来 你弟弟要打死我了 接到电话的白新手拿杀猪刀来到弟弟家里 情敌碰面分外眼红 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 兄弟俩彻底摊牌了 两人你一拳我一拳地缠打在一起 哥哥率先拿起桌上的啤酒瓶当作武器 弟弟健壮也不示弱 抽起一旁的棍子 两人谁也不服谁 一边打一边破口大马 但白晓直到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变起了杀心 眼神是一让一旁的那男帮自己 后面两人就联手将白晓光给杀害了 直到丈夫躺在地上没了呼吸 女人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弥天大错 但为时已晚 现在报警无疑是自寻死路 没办法两人只能赶紧打扫案发现场 然后找了一辆三轮车将尸体包裹起来 用到七八公里外的荒地 然后又挖了一个深坑 将其瞒了起来 自日民警带着两人来到抛尸地点指认 在挖掘机的不断努力下 终于让白晓光的尸骨重见天日 我们下集院的电话